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都短缺 可见灾祸的严重 经文之中共有三个角色 分别是耶和华神 以利亚和撒立法的寡妇 他们三者互相牵动 每一个意念和行动交织成这件奇妙的事 首先 耶和华神吩咐以利亚前往撒立法去 而且告诉她已经吩咐一个寡妇供养她 虽然以利亚不知道要找哪一个寡妇 又不知道那个寡妇的家境如何 但是仍然凭住之前在基立溪旁的经历 就毫不犹豫地顺命起程 这样就揭开了这件事的序幕 以利亚底部之后 在城门就已经遇上神所预备的寡妇了 她向寡妇发出有关水和饼的索求 看来好像不近人情 其实是源自对神的信心 这份信心超越了环境的状况 同时也都带动了寡妇和耶和华神的互动 寡妇面对以利亚的要求 在第十二节记述了她的回应 身为一位爱邦妇人的她 竟然懂得 只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特别要留意 寡妇说的是李的神 如果不是因为寡妇能够认出 以利亚是以色列人的话 那就应该是 她对耶和华神早就有认识了 不论如何 此刻 以利亚将耶和华带到这个寡妇的面前 使到这个寡妇正正式式面对耶和华 而她在这里也都显出 她对神传着一份真诚正面的印象 之后第十五节就记述了 她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 这个寡妇因着以利亚宣告神应许的缘故 她愿意选择不注视自己的现况 决定顺命地跟从吩咐 这个的确是对神赋上信心的一大步 结果呢 谈内的面果不减少 平内的油也不缺短 正如耶和华席以利亚所说的话 这个是第十六节给我们的信息 耶和华恩着以利亚和寡妇 皆愿意向她投上信心的一票 顺命地照着吩咐行事 神也都按着她自己的信实 照着她自己的说话 成就这件奇妙的事 而以利亚和寡妇 甚至寡妇的姨子 都能够一同经验这个神迹 见证耶和华的真确 我们常常都会祈求神施恩典显能力 尤其在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 是不是? 的确 神的恩典和能力 是广大和丰盛的 绝非我们能够想象的 而且 祂是一位愿意厚似百物的主 但是我们要留意 在祈求的同时 我们有没有进入 和神互动的情景之中呢? 我们是否愿意选择相信神 放下对环境的忧虑 放下对自己能力和经验的衣服呢? 希望我们更多学习 如何配合神的吩咐和工作 以至能看见更多神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同心祈祷 主啊 我们是绝对配得我们百分之二百信靠的神 这个是我们可以肯定的 但是 我们有时 却是因为种种的原因 我们软弱了 我们信心失落了 求主赦面 求主怜悯 更加求主帮助和提醒 使得我们常常都选择 向你投上信心的一票 信服地跟从你的吩咐而行 我们祈祷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多谢收听 再见